122. 《蘋果日報》 iPad控燈光每晚最平一千元碎白天鵝賓館月中重開 2015年7月4日兩岸要問 A24暑假將至 港人北上廣州蕭遣又有好去處 被視為港人回憶的廣州白天鵝賓館 經三年停業裝修後 將於本月14日重新開業 市民最快在開業翌日就能入住 房間每晚由一千元至四千元不等 人民幣、下銅 並新增水療中心、美容中心等設施 住客只要用提供的iPad 就能遙控房間的燈光及電子設備 白天鵝賓館由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 霍英東投資興建 增接待不少國家元首和首腦 酒店2012年蓄資百億元大裝修 原預計前年復業 結果拖延兩年才重新潔業 內地記者前日在裝修後的 白天鵝賓館一探究竟 發現其標誌性景點故鄉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 霍英東親提的別來此處最迎獻清晰可見 赴樓便公如出租酒店新設小型展館 展出增接代過的國家領導人的照片 並將擺放霍英東的雕像 以作紀念 白天鵝賓館裝修後 將原有843間客房調整為520間客房 標準房每晚約1,000元 豪華房1,800至2,500元 套房4,000元起 總統套房沒標價 酒店集團副總經理張天表示 每間客房都配備iPad 住客可透過iPad遙控房間燈光和電子設備 及閱讀全球4,000多份報刊 而原美國領事館所在的白天鵝庫樓 被改造成辦公留和公寓出租 《廣州日報》